今天已經是黎智英案第66日的審訊 繼續由本案第5名重返證人 法律助理陳子華出庭作供 恐慌今天早上完成主問後 就輪到辯方盤問 陳子華在《國安法》生效後 繼續聯絡黎智英 辯方指出 陳子華在錄影會面上 和書面公辭裏 沒有提到在《香港國安法》生效之後 曾經致電黎智英 是因為事實上 他當時已經沒有再聯絡黎智英了 陳子華否認辯方繼續問到 陳子華最後一次面對面接觸黎智英 是否在2020年6月16日 即是陳子華到《壹傳媒》大樓 見黎智英那一次 而自當日起 陳子華和黎智英 再沒有任何《迫傳媒》通訊 陳子華同意 他們沒有再用《迫傳媒》了 因為已經轉用了《迫傳媒》了 陳子華感謝黎智英為初選所做的一切 辯方期後向陳子華展示他和黎智英的《色奴記錄》 顯示陳子華在2020年7月12日發信息給黎智英 他表示感謝黎智英為初選所做的事 這個在我們香港歷史上是一個非比尋常的標記 黎智英回覆這是一個奇蹟 陳子華表示直至2021年2月15日被捕之前 記不起自己有沒有通過Telegram等其他方式和黎智英聯絡 陳子華因為黎智英覺得《國安法》生效之後 仍然要繼續推動制裁 控方展示陳子華在2020年7月23日向李宇軒傳送的訊息 陳子華提到我不確定香港《國安法》對你意味著什麼 但是這個不代表我們在香港《國安法》之下什麼都不做 陳子華公稱當時海外仍然有很多香港重江團隊的成員 他們仍然可以繼續呼籲制裁 而當時他會視乎有什麼人在身邊 才考慮是不是會蓄意繼續作出違反《香港國安法》的行為 陳子華表示如果有人繼續努力 例如李宇軒和黎智英這些我認識的人都在香港繼續努力的 我想我最後都會做 陳子華強調他當時認為需要推動制裁 當時我想連黎智英這樣的級數的人都可以無畏無懼 甚至乎以身作質 所以我覺得有些事情是需要去做的 李宇軒希望用陳剛團隊的資金用作走路的用途 辯方問陳子華當時是不是曾經和李宇軒 談過兩至三次電話 陳子華回應說我相信不止了 陳子華補充說李宇軒說要繼續打國際線 他希望他離開到香港 那就可以繼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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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擔心香港沒有人撐住 李宇軒和陳子華二人當時也曾經討論過 所謂的日本線和美國線 以及陳子華應不應該走 他們兩個人當時曾經談及 當李宇軒被捕之後 可能會對松江團隊的影響 李宇軒跟我們說 他手提電話那些資料全部都會曝光 陳子華指當時他和李宇軒 和攬炒花的劉祖迪曾經通過電話 李宇軒說他要走路 需要錢的時候 其實他想用松江團隊的錢 或者要我們籌錢給他 Mark Simon指示被捕之後的陳子華 應該繼續推動進行所謂的制裁 辯方提到 陳子華早前公清在2020年8月中 Mark Simon通過Signal電話表示會派 攬炒巴勒祖迪去不同的大學做循迴演講 繼續推動所謂的攬炒 而陳子華被捕之後 Mark Simon在同年10月也透過Signal致電 要陳子華不用擔心 應該繼續國際游說 和推動所謂的制裁 但是表示要有被捕的心理準備 真是Mark Simon 果然是一位大佬 竟然這樣說 今天節目的時間就到此為止 下星期會再和大家 跟進有關黎智英的案件 多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